欢迎收听9月25号明日是Paket的产间即时新闻 今天封面逐渐通过天气比较不稳定 北部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 中南部高温32到34度感受比较闷热 台湾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会有雷雨或震雨出现 警调侦办超司鸡蛋案 兵分14路展开了搜索 包括了农业部中央续产会还有超司量采公司 带回了三名公务员跟六名业者 训后量采负责人100万交保 还有超司的负责人是200万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卫福部机关署公布了上周的腹泻的就诊是14.7万人次 预估未来一周还会往上爬 单周上看10万人次 上周肠病毒的就诊是超过了1.6万人次 比前一周也是上升了 预估双十前后也会往上来爬升 脱离流行期要到11月中旬 最近感染以及抗药性的监测显示 抗生素遭到了滥用 而卫福部跟农业部将会执行五年期的 国家级的防疫一级抗生素抗药性管理行动计划 希望抗生素的用量可以减少5% 而超级细菌包式不动感菌的感染将一成 经济部公布了8月的外销订单是502.2亿美元 年增9.1% 连续6个月成长 其中高级伺服器等自通产品需求强劲 台商回流之后增产畅旺 经济部表示主要受惠于人工智慧 还有高效能运算 云端产业 另外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民间商传这背后有急凶意义 但医师表示可能是有病理性跟生活习惯不佳 这两大原因引起的 临床上最常见的病理性原因 最严重就是肿瘤 必须要及早就医 肯丁梅花鹿富裕有成 但最近盗猎者横行 民众募集在肯丁国小分校 有梅花鹿被割掉的鹿绒 气质在路边的草丛 盗猎者越来越肆无忌惮 连住宅区周边都敢猎捕 还有人听到了射杀梅花鹿的强声 附近民宿甚至因为梅花鹿散发的湿臭味 只能够暂时歇业 周杰伦今年12月将会成为第一位 在大巨蛋开演唱会的歌手 开唱日起跟售票时间公告出来了 从12月5号开始一连唱四天 但官方没有明示 这购票会不会采实名制 所以歌迷担心 是不是要跟黄牛来抢票 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越演越烈 上周电子产品爆炸事件之后 只能阻挡23号深夜到24号清晨 朝以色列发射了75枚的火箭炮 多冻的防射被摧毁 以色列上百枚飞弹来回击 两天之内超过560人死亡 1800多人受伤 大多数是平民 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 在联大厂兵会晤之后发布了声明 挺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 台海和平稳定 对国际安全跟繁荣是至关重要 以上新闻由明示讯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午5点半 明示Pax晚间即时新闻